前检察总长黄世民泄密案件 高等法院再度开庭 审理进入了尾声 这个二审宣判对黄世民相当重要 万一判有罪的话将要免职 这也就是说他辛苦30年的退休金 将要全数泡汤 而黄世民在上个星期五 紧急申请了明年1月要退休 引起外界质疑 难道是为了退休金来延长审判时间吗 对此他没有多做回应 早上走进高等法院不发一月前 总长黄世民泄密案二审审理进入尾声 面对即将到来的宣判 黄世民谨慎应对关系到辛苦30年的退休金 急忙申请1月6号退休 这一天正好是法官法上路 如果黄世民现在就退休 就是依照现行办法未满65岁 一次领退休金只有550万 月领11万元 但等到法官法上路后 年次已停满30年 就能一次全领1270万 每个月领月退缝17万6千元 万一在退休前 黄世民就被判刑确定 将被免职退休金全跑堂 假如他撤的时候 那代表 马来有认为他的错 黄世民有罪 马总统也有罪 违魂献命案开庭 几乎都出庭的柯建民 痛逼黄世民拖延审判时间 也强调王金平党籍确认案 与献命案息息相关 一旦国民党放弃上诉 也就间接否认 黄世民揭露 关说弊案的正当性 对献命案二审而言 将是雪上加霜 献命案二审宣判 对黄世民而言相当重要 不但关系到个人清白 也影响退休金 是否成为炮营 记者李英文文杉台北上报道